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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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料理就是风干番茄司康 那可以看到我们桌面上的材料其实很少 所以我们只需要现场看到的四样食材就可以做好 很方便 在家里简单做就可以了 那这一次我把它改成清化版 热量的少了一点 然后健康多了一点 好 我们就准备开始制作了 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主要的风味来源在于 黑甘南跟风干番茄 那这个风干番茄啊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超市啊 或者是其他食品材料都买得到 油风番茄也可以 风干番茄都可以 好 那我们先把它剁碎 好 大概像这样子的小碎片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黑甘南 那一样我们要把它切得小块小块碎碎的 然后拌进去 好 那我们今天这道料理啊 我们切的东西就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制作我们的四康 那其实四康有几个重点就是 最好我们的材料都是冰冷的 那最主要是因为让它的面粉跟材料 不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那它才不会说出了筋性 那你吃起来就像一般的面包一样 那主要的是还有一个重点材料 它就是我们的低筋面粉 那低筋面粉呢 先加到盆子里面 然后把起司粉也把它拌进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干料 那干料先把它混合均匀 那这个步骤啊 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为其实四康它不能搅拌太多次 然后为了就是避免它出筋性 然后橄榄跟风干番茄 这样就把它下去 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 那我们拌到这样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均匀地散布在整个盆子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加入我们的鲜奶油 我们都放入鱼 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加入鲜奶油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用拌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搅拌均匀了 所以它不会有说你会吃到很大块的 或者是有点像盐没辣酸的感觉 不会 大概到这样子我就会准备动手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是一块一块的 我没有去给它捏它 大概都只是给它稍微用手拌一下拌一下 就是有点像这样 我们还是可以呈现出一块一块的方式 我可以很轻松地把它撕开 那就是代表它没有出到筋性 如果出筋性它就会有点像面团这样 它会把它有延展性的感觉 那低筋面粉的特色也就是这样 好大概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准备塑形了 那斯康有一个非常棒的特色就是它很方便 它可以在做好之后然后就冷冻 那冷冻完只要退冻啊稍微烤一下就马上就可以吃了 好我今天的大小 因为我这个是可以当早餐做的 那我就稍微把它捏稍微大块一点点 如果是重量的话大概会落在100克左右 那如果是小点心大概就是40到50克就OK了 基本上在捏它的时候我不会去 我不会把它捏到扁掉 捏到扁掉它很容易就会有出筋性的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的表面是很粗糙的 好那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把我们塑形好的斯康送进去烤箱里面了 好那我们把烤箱设定好在180度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好那我们在等待我们的斯康的烤熟的同时呢 我们先来切一下它的一个增添它清香的配料 就是巴西里 那如果说今天在家里因为一般比较少 碰到巴西里也可以直接 也可以直接用葱 其实葱也可以 好那我们把它稍微切细小的碎 好那我们的斯康也差不多要好咯 来 好我们在这边 其实已经闻到很浓郁的起司的味道 OK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像这样子基本上它的外表已经有点金黄色 然后都已经没有面团的深色的时候 其实它应该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先准备好我们的盘子 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下午茶 所以我们取两块小块的 然后我们酸奶呢 简单的把它拌圆之后把它附在旁边 然后少上一些巴西里 然后再给它一点点的调味 那其实胡椒的调味最主要是增添它的香气 最后最后就是因为其实虽然说这是 已经是改版比较湿润的斯康 那我们还是希望它有一点点的湿润的程度 那我们就可以这时候可以淋上我们的橄榄油 除了增添湿润以外 它还可以带一点橄榄油的香气 那我们今天这一道风干番茄的斯康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料理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更多更棒的料理哦 大家好我是食博和蔬食料理餐厅的主厨 Adam 翁淳于 那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 然后蛋白质超多的卫生豆乳拉面 这道非常美味可口的拉面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的豆腐乳 那豆腐乳啊 豆包啊 豆浆啊 它都是用黄豆做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味道都是很match的 然后不会说很突兀 那今天我们首先我们要用的是 我们的面是用新式的毛豆做成的毛豆面 非常特别 然后口味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先煮面 那记得我们下面之后啊 要稍微去搅拌它一下 然后要让水滚哦 不然它的容易在底部 然后形成炒味道 这糕大概是煮大约五到六分钟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然后在面煮的同时呢 那我们就准备来做我们今天豆乳锅的 这个高汤底 那很简单就是把家里的豆腐乳 那豆腐乳啊 要看咸度啊 因为有的比较咸 有的比较甜 所以要依照自己家里的豆腐乳的味道 然后慢慢的去加也可以 椰奶 那椰奶呢 其实主要是去带一点点的乳香的味道 然后让这个豆乳锅呢 更浓郁 然后水 葡萄 米酒 还有一个小皮包就是香菇素蚝油 那当然说家里有没有香菇素蚝油 也没有关系 加一点点的酱油 可以稍微剃在它 好 然后还有味噌 对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夹进去 来 好 那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步骤 就是把它搅拌均匀 那记得哦 一定要在入锅之前 就要先搅拌均匀哦 不然待会我们的料下去啊 东西下去了之后 整锅就会变得很难很难拌 好 大概这样子 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高汤就完成了 那别忘记还有我们的月桂叶 好 然后我们开小火 让它慢慢煮滚 这个 这道汤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只要煮滚了 开小火慢慢把它煮滚 其实它的汤头就已经非常容易了 好 那我们的面也好咯 我们就准备把它捞起来 那我们会稍微过个水 然后让它冰镇一下 那待会面就会比较Q弹 那如果家里有冰块 建议可以放一些冰块进去 然后让它可以更饼镇 因为我们的高汤芽菜煮嘛 那我们现在用刚刚煮面剩的水 然后我们来烫一下今天的青菜 就是我们的菠菜 好 然后记得水要大滚 然后烫菠菜的同时 我们今天有用到一个食材 就是黑木耳 可以稍微给它烫一下 好 比较旁边备用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就是我们的豆包 那菠菜大概烫啊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起锅了 好 然后回到我们的砧板这边 等它凉一下 我们可以先切我们另外一个食材 黑木耳 那黑木耳啊 你在家里也可以不用 但是我自己习惯就是拉面嘛 就是长条状的 所以我们把木耳也切成长条状 然后一起入口 比较好入口 再把我们的菠菜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把我们不能吃的根部给切掉 那接下来就是取我们要的长短就好了 大约一小指的长度 一样放到盘子上备用 那我们的豆乳锅也煮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豆浆 然后给它倒进去 那豆浆呢 就是就等我们的高汤煮滚了 东西都混在一起的时候 最后再下我们的豆浆 那主要是因为豆浆比较容易结块 那一样等它煮滚的时候 这个汤底就完成了 然后呢 现在就来开始准备摆盘了 先把刚刚我们过好冰水的面 那可以看到其实它过好冰水之后 它都不会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沉面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这个时候就先把我们的豆包给捞起来 那这个时候越个越记得不要下下去 把它捞到旁边来 然后慢慢地倒入我们的高汤 然后别忘记我们这边的配料 先放上我们的菠菜 然后木耳 玉米 像这些蔬菜啊 上面的蔬菜其实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去做加的减的量 或者是说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最后 来吃嘛 那拉面不能少的就是 我们的海苔 那我们就给它放在旁边 好 那我们今天这道味噌豆乳拉面就完成了 它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春季啊 就是季节交换 有一点点凉凉的天气吃 非常的适合 它口感很浓郁 然后它的豆味啊 非常的香浓 所以很适合在春天吃这道暖心的料理 那特别推荐给您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